下一条我们来看在18号的上午10点 在陕西咸阳德前县和李泉的交界处 有村民在锻炼的时候 在附近的这个灌渠里面发现了两具无名尸体 而秦都的警方跟记者说 其实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 警方已经在这个隐蔚渠里面打捞出了三具无名尸体 再加上村民最近发现的9具尸体 15天里面这个隐蔚渠里面已经发现了14具尸体 18号上午10点多 有村民在路口锻炼时 在隐蔚渠内发现了一具尸体 随即报警 民警赶到现场勘察后发现 渠内是一具中年无名男尸 上身穿浅蓝色衣服 下身穿迷彩服 那的时候是12点 这时快12点 快12点 当时你看到的尸体是什么情况呢 爬转 人爬转 是男的女的 男的 有多大年龄 你看我一年多年龄 有五六十岁 有四十架 四十架 没没大年龄 穿迷彩服嘛 村民还反映 17号下午在距该地500米的孝义村渠内桥下 也发现了一具尸体 尸体是村民上午经过时发现的 上身穿有格子秋衣 下身穿黑色裤子 尸体同样也是高度腐烂 相距不到500米的距离 连续出现了两具无名尸体 让村民们感到蹊跷 记者注意到 宽约五六米的灌溉渠基本上没有水 渠内大多数都是散落的垃圾 虽然现场呢 已被警方处理掉 但是村民们的议论却不止 采访中他们说 以往呢 在这个淫卫渠当中 也出现过无名尸体的情况 但是像今年这样 连续几天发现无名尸体 这是在几年当中 已经是非常罕见的 据前线公安局大洋派出所民警介绍 法医对尸体勘察后 初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具体原因还有待调查 而根据咸阳公安局 秦都分局负责人介绍 自四月份以来 秦都警方也在隐卫区内 打捞出三具无名尸 外加村民近日内 发现和打捞的九具尸体 15天内 从宝鸡侠隐卫区内 已经发现了14具尸体 根据法医鉴定 这14具无名尸 均有不同程度的腐烂 因宝鸡侠隐卫区 全场流行多个县区 而秦都区区又处在下游 有些偏远地方的村民 不懂得报案 所以寻找尸源 有一定的难度 对于半个月内 连续出现多名尸体案 警方表示 事发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东方卫视记者 马波 王征 咸阳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